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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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星爺 教室朋友 大家好 这是什么来的 这些是秋葵 这些是秋葵 以来的 热天 很适合做沙律 那类型的菜籽 我们清炒也好吃 至少秋葵 有些新入职的家庭主婦 可能不知道 其实是很简单 我们在砧板里 放入少少盐 我认为多少少盐 好一点的 接着呢 秋葵 放在砧板里 滑一下 这个动作做什么呢 有处理的秋葵 会发现 面团有些绒毛 在那里 在盐里 有个摩擦面 那些绒毛 就会脱出来 待会我们再用那个布 找一条干净的布 或者厨房纸 抹一抹 每一条 拌一拌 可以用毛 就会脱出来 好 如果脱了之后 接着呢 还有一个步骤 要做 因为秋葵 顶顶的部分 是比较硬的 不太好吃的 我们一般 慣常的 都用小刀 看见这个 顶顶的地方 这个位置 我们批一批 一些硬皮去 好 就像教主 这样 削了就可以了 那再简单些 你如果不需要用刀 拿个刨 轻轻 不要刨到它入肉 薄薄的 因为你如果刨到它入肉 它里面最有一个黏液 就会给你们 拿出来 每一条 我都是这样 刨了 这样 再抹干净 这样就完成了 整条秋葵的处理工作 这样就可以 用来烹煮了 好 那举药 预备好了 那我们很简单 给茶匙盐 给少少 油 再放一点糖 盐 让它有点底味 糖 用来润拌一下 绿色素 油 就用来 保持它的颜色更好 准备了的 好 好 这些秋葵不用太久 你看它 一转 新绿色 就可以拿上来 另一边 我预备一些冰水 好 好像这样 滚 哇 转了一个脆绿色 就立刻 将它 放在冰水里 好 好 它是一个急降 这样 你就可以 保持到 它那个 现在这个颜色 好 那些 那些 秋葵 在助手 做过 sores 这里 有加力 有千尺 蒜蓉 和姜蓉 两样混合 然后它 烧一点油 将它 咬咬咬 倒入 好 激发它的香味 搅拌均匀 哇 香噴噴 好 好 好 那 接着 它 非常香 接着 这个 这个 是 炒煮自己的麻辣酱 那 如果没有的 朋友会怎样 给豆瓣酱 给一汤匙豆瓣酱 有这个麻辣酱的 当然用这个 我这个 这个 这个是市面 可以买的 它是油辣子 我们 也 放一些 每样 一半茶匙 看下 你接受的辣的程度 有多高 先 好 接着 我们会放一些 山丝 大概一茶匙 的山丝 也 放一些 陈醋 陈醋 大概 两茶匙 左右 好 这样就可以 混合 一起 这样就用来 拌一拌 秋葵 好 我跟你说 是非常 咸 好 这些秋葵 和它的汁 混合了 就可以 上碟 那我一个 又刺激 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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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绿色食品来的 是绿色食品来的 秋葵 两半麻辣秋葵 那便完成了 是否很简单 好容易做 一点都不难咯 对吧 我们不经意地放一下 那 那 食肉都会好些 是一个很好的前菜 好 最后 我们 撒多些少 芝麻 好 那大家是不是说 很容易做 那 很容易做 那就 趕快去做 那 记得也是 教主做得到的 你们都会做得到 那 那 热天呢 吃一下这些梦菜 挺好的 好 下次升级教室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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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